不再感到困惑 如何不拖累他人 让人际关系更和谐 学会这四个观点 生活将焕然一新 当我们探讨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困境和困苦时 有时我们需要着重关注一些重要的观点 这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和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 本文将深入研究四个关键观点 他们分别强调了自我负责 自我修行 不拖累他人和愿赌服输的价值 这些观点旨在启发我们思考 如何建立内在的坚韧 维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 以及坚韧的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现代社会 我们常常陷入各种生活的迷局 不论是个人 职业还是家庭方面 生活中的困境都可能使我们感到无助和沮丧 然而正是在这些困难面前 我们需要回归一些基本原则 来引导我们的行为和思考 这四个关键观点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他们鼓励我们不仅在外部环境中寻求答案 更在内心深处寻找智慧和力量 从自我负责开始 我们将探讨如何承担自己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 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建立内在的坚韧 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自我修行的概念 强调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持续的内在成长 然后我们将深入探讨不拖累他人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们将探讨愿赌服输 强调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的力量 通过理解和践行这些观点 我们将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取得更大的成功 并建立更为积极 坚韧和健康的人际关系 这四个观点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灯塔 引导我们走向更有意义和充实的未来 让我们一同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观点 以实现内在的成长和外在的成功 第一个观点 心甘情愿承担责任 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都应该牢记一点 那就是不要将责任推卸给别人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自我负责 和心甘情愿的承担责任 这并不是要求我们 对所有事情都完全负责 因为有些事情 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 但它强调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主动承担自己的决策的后果 首先 心甘情愿承担责任 意味着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生活中的挑战 积极的态度是关键 不论生活中的困难如何 都要有决心和勇气去应对 这种积极的态度 有助于减轻焦虑和压力 同时也能够激发内在的动力 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各种情况 其次 心甘情愿承担责任 有助于建立内在的强大 当我们始终将责任 归咎于他人或外部因素时 我们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和控制感 相反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 并主动采取行动时 我们将更有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种内在的强大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还反映在我们的自信和决心中 最重要的是 心甘情愿承担责任可以塑造我们的性格 它培养了负责 坚韧和自律的品质 这些品质不仅在个人生活中有用 还在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 雄心勃勃的人往往能够更好的适应 和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对未来产生的影响 因此 心甘情愿承担责任是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 它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 还可以培养内在的力量和塑造我们的性格 这个观点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如何都要主动承担责任 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 第二个观点 自我修行和修炼 在这个观点中 我们探讨了自我修行和修炼的概念 生活中的悲喜 苦乐 困难和挑战都是常态 但我们的内在状态和心态 将决定我们如何应对这一切 自我修行和修炼是关键 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建立内在的强大 保持平衡和积极的心态 首先 自我修行意味着培养内心的坚强和平和 我们需要学会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绪和情感 包括悲伤 愤怒 焦虑等 自我修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情感 接受它们 并学会如何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它们 这有助于保持内心的平和 不受情感的波动干扰 其次 修炼是一种持续的过程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内在能力 这包括身体健康 心理强度和智慧 通过锻炼身体 冥想和学习 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能力 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 自我修行和修炼有助于我们实现内外平衡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外部环境的挑战 和内部情感的平衡之间找到和谐 这种平衡是积极生活的关键 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适应 和克服生活中的各种情况 因此 自我修行和修炼是关于建立内在的强大 平和和平衡 这两个方面互相支持 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这个观点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如何 自我修行和修炼都是重要的 有助于塑造我们的内在状态和应对方式 第三个观点 不拖累他人 这个观点强调了不要成为别人生活中的负担 无论我们面临多大的挑战或困难 都不应该将自己的问题和负担转嫁给他人 相反 我们应该追求独立和自足 以减轻他人的负担 同时保持人际关系的健康 首先不拖累他人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问题负责 我们不应该期望他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或负担我们的责任 独立和自我解决问题是成年人的标志 这也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中更加自信和自主 其次不拖累他人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 如果我们不断地向他人倾诉问题 寻求帮助或依赖他们来解决我们的挑战 可能会导致关系疏远或紧张 因此 学会独立处理问题并尽量减少他人的负担 是建立积极健康关系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 不拖累他人可以培养我们的内在坚韧 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 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决定我们的成长和发展 通过自己面对问题 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坚韧和适应能力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因此 不拖累他人是建立积极人际关系 和培养内在坚韧的关键 这个观点提醒我们 要独立处理问题 减少他人的负担 从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第四个观点 愿赌服输 这个观点突出了愿意承担失败和挫折的态度 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面临失败 失望和挫折 但如何应对这些情况 将决定我们的成长和成功 首先 愿赌服输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失败并不可怕 因为它是成功的一部分 当我们愿意承认失败并从中汲取教训时 我们将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这种积极的态度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其次 愿赌服输有助于塑造我们的性格 那些愿意承担失败的人 通常更加坚定和自信 他们不怕冒险 愿意面对不确定性 因为他们知道失败并不可怕 这种性格特质是成功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愿赌服输是一个成年人的品质 它表明我们愿意承担自己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 而不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或外部因素 这种责任感和勇气 使我们更有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因此 愿赌服输是关于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塑造坚强性格 以及承担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这个观点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如何 都要愿意面对失败和挫折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长和成功 总的来说 这四个观点强调了自我负责 自我修行 不拖累他人和愿赌服输的重要性 他们提醒我们要建立内在的强大 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 以及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通过理解和践行这些观点 我们可以更好地塑造自己的生活 实现内在的成长和成功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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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